三星推荐的 是的 移工 恭喜移工 摘下米其林三星的荣耀 果然又是台北餐厅移工 拆连三年三连吧 餐厅里面是有各式各样的瓷器 还有防骨的书画 走中式料理路线来到移工 老套弊店 火焰片皮压三吃 豆腐料理等等 早从2018年首度摘下三星后 隔不到一年 传出部分餐店 涨幅超过七成 即使如此 餐厅依旧一味难求 今年再度夺下三星殊荣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两位陈师傅 跟我们365天都努力不懈坚持完美的 2020米其林指南不同于过往 今年把场地移施台中国家歌剧院 东部名单一新的部分 有16家餐厅蝉联 以及新增6家 包括A卡 严之华 沃达尼斯模仿 安达的肉屋等等 其中有3家位于台中 尤其严之华 2004年创立提供法式料理 也是台湾首位摘星的女主厨 另外首度上榜就夺下二星是台中的JL Studio 主打亚洲风法式料理 现代法菜不负众望 宅二星主厨居民 以故乡新加坡美食当作核心 再结合法式料理精髓 当然很感动很开心 这几年的跟团队的整个经营 有了被被看见的成绩 除了JL Studio 二星名单当中 还有另外6家餐厅上榜 包含肉 祥云 龙银 齐天本 泰瑞 请客楼等等 各有特色 名单一公布 摘星餐厅 势必又要天天爆满 记者联援兵 王毅超 王百音 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导